有家长控诉就读高一的儿子 晚上回家经过新北市新庄武圣庙旁边 而当时走在斑马线上 却碰到有机车骑士高速穿越 不但没有礼让 儿子只是提醒一声 这么做可能会被罚六千元 这名骑士一听突然暴怒 拿着水棍尾随他 还对他挥拳 造成儿子脸部受伤 连耳机也坏了 现在爸爸也气得决定提告 学生走在斑马线上 才走到一半机车 呼啸而来完全没礼让 双方在过程中发声口角 骑士步满车停大马路上 拿着甩棍尾随高中生到巷弄内 把人逼到墙角随后挥了一拳 庄没事大摇大摆离开 也是有谩骂他 以三字经之类的 然后就打了小孩子一拳这样子 自己独高一的宝贝儿子 被打得莫名其妙 脸受伤的耳机还坏掉 他说孩子吓坏了 完全没想到好好的过个马路 没被礼让就算了 还惨遭殴打 那小孩当下立即是有一些吓到 应该是右脸颊 这边就是直接被打一拳 事发新北市新庄区武圣庙旁 16岁少年当时放学要回家 经过没耗着的路口 看到骑士步里让 脱口一句 你这样会被罚6000 就是这句话成为冲突 倒火线 这次事件就觉得 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夸张 面对这些事情 其实当家长的心里面 难免会不舒服 被害人提出恐吓 伤害 妨碍名誉及回存等罪 本分局依规定受理侦办 其实被逮声称只是不满被嗆瞎 才会气得开打 但再多说辞都没用 没礼让就是没礼让 现在学生的爸爸决定提告 只希望行人地狱恶民 别再出现 接下来马上林昭贤 新北市报道